请按1,紧急报案,请按2 东西,然后汇款了,可是那个人就是没有回应了 什么时候汇的? 昨天晚上 ATM汇款,网络汇款? 网络汇款 汇的多少钱? 7万3千5百元 我能在新北市三重区 那我协助你到辖区派出所完成这个程序好不好? 好啊好啊 大明先给我,手机是0972这一支吗? 对,没错 身份证则好,你说FB还是那边? FB,然后最后加我的LINE 然后用LINE在交易的 那你说总共损失多少钱? 7万3千5百元 对,昨天晚上,然后我是陆续分4笔赚 都是同一个账号,会同一个账号吗? 有两个是不同账号,可是全部都是会在同一个账号里面 你的汇款账号可以请提供我一下吗? 好,汇到哪一个? 好,来,出生年月日 好,学历史 目前的工作室 这个是昨天几点的时候跟他接触的啊? 礼拜三的晚上11点57分 好,啊你有对方FB的账号吗? S-A-N-G 然后? Kong-S-I-U 好,啊你的账号呢? 就我的本名 啊,你说跟他买什么东西? 买玩具,买了5支 我们寻导很久了,LINE,IG,FB上面都是现金 不要再去买了 嗯 好,钱汇过去人就不见了 对,然后LINE被三好友了 好,来,麻烦您抄一下在我这边看编号 好,三重排出所 过去那边做笔录 好 好,谢谢,好,再见 谢谢,拜拜 走了啊 你过来 你要小心点,二次在睡觉 我跟妳讲一件事情 我最近不是买狗鸭吗? 我被骗了 彻底的被骗了 那个人上我好友了 因为他最后转两张图 我没有把手 可是两张图看起来就像合成的 两张图都哪一张 然后角度都一样 然后光线 只是改一下光线而已 然后我就问他说 你这两张图像合成一样 然后他打什么 我就问他 然后他就算也没回 我打电话也不接 所以我一下就报警 我刚刚电话已经 打到那个防杂病里面 然后他已经把我备案了 我一下去警察局 我一下也被骗了 我是刷晒 你有那个人的资料吗? 我没有那个人的资料 我是所有的记录 然后他现在就要我去备案 我整个刷晒了 我整个刚刚超紧张的 那不知道怎么办 我昨天还问你说他会不会骗人 因为他看起来 所以我看到FB的时候 我觉得蛮正常的啊 你一个花了多少 七万 七万三千五百元 你为什么花那么多 你为什么一定要买成这样子 那我就想说他价格偏 我就把它买下来啊 然后刚刚问他 可不可以把钱邀回来警察 说只能先备案 然后就是 有备案就是有机会 如果没备案就是没机会 然后就下去备案 然后看怎样 所以杨现在在警局啊 对啊现在在警察局 他真的太夸张 因为那一个人就是摆出一整排 然后很多字 然后他就问你娘要不要收 然后因为杨其实很喜欢狗家这个作品 然后当初卖掉了 然后现在好像这个人说要退坑 所以可以回嘴 我在看他们的对话 你知道杨怎么发现的吗 因为今天我不知道杨又买 他都用他说他弟要卖 然后说用他的弟的名义 我弟有全部颜色你要什么 然后杨就随便开价钱 因为杨最想要红色的嘛 他就说 诶我弟说 红色的价格你要收多少 然后杨就说一万四 然后他就说 卖吧 如果你今天要的话 你会钱给我 我今天一并寄给你 一并就是因为他昨天 杨已经先买了三支了 然后他就说 你今天什么时候可以寄出 还跟他确认说 一共五支哦 绿色 紫色 红色 蓝绿色 肉色 你确定一下 然后那个人说 对 没错 然后杨就说 你出货的时候 可以摆在一起拍一张给杨吗 那个人就说 当然可以 照片都还没有来杨 你先转钱过去 我就想说 应该是要先看到照片 而且是第一批 要先寄出 才能再买第二批啊 杨太急了 他太想要了 杨就问他说 今天什么时候可以出货 他可能就说 最快也要下午 杨打OKOK 然后结果 因为他自己就开始害怕了 他就说 我现在有叫大龙货运 我可以直接叫大龙货运 去跟你收 他三点前报好 会不会太敢可以吗 结果那个人说 我要用电到电欸 之后 他又传了给杨说 哥 你有没有想要这几支 又多传了两张过来 这两张 应该是没有他要的 就是跟他说 没有 杨就问他说 你这两张照片的 拿着手的 的样子 怎么看起来 很像是合成的 过五分钟后 才会什么 而且途中杨 打了一通电话给他 他没有接 杨就说 你方便讲电话吗 那个人没有异毒 杨在打电话给他 没有接 然后杨跟他说 哈啰 我们可以改面交吗 你钱可以先还给我吗 然后那个人没有回 也没有异毒 然后杨就打 文号在吗 没有回 电话没接 然后杨就说 你好 如果你再没有回应 我就要去报警了 那个人没有回 杨又再打最后一次电话 那个人没有回 其实杨现在都很早睡 然后这个人 就是大概半夜 一两点 然后密杨说 真的要买个狗鸡拉的时候 杨还醒来了 他觉得很开心 觉得终于有人 可以卖他狗鸡拉了 然后他有跟狗鸡拉的作者讲 然后狗鸡拉的作者说 应该是没机会买到的 因为市面上的都已经卖完了 那杨公开了 不好啊 他刚刚把我叫起来 然后他整个人都白掉了 全白 你也知道杨是一个很正直的人 很老实的人 他没有办法接受被骗 因为他不会骗人 所以他如果被骗的话 他会 他的反应会很大 像之前玩石器时代也是 他只要被骗人 他就厉害 他受不了 他会全身发动 他那时候也不是全身发动 然后直接有去删掉 因为他觉得 为什么要这样 诶我搜寻到了吗 如果是的话 他是一个有家庭的人 诶 两天就会密他了 还没有回 奇怪 他是不是小孩的人诶 他把他的家人小孩 都是在里面的 他怎么 他的动态是有在更新的 所以他这个是真的办法 他是不是瘋子啊 因为我觉得你为什么要骗 7万块你骗完之后 你不会比较喝压 你不会因为你有了这7万块 你人生不用再打拼诶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啊 收电话是需要一笔钱收转 所以我跟他欠人家一笔钱 他一定要还 可是我觉得不用预设他 为什么要骗人 例如想他骗人就是骗人 骗人 骗人就是骗人 骗人就是骗人 嗨 诶你起来了 嗨 拜拜 那这段先到这里好了 好 拜拜 拜拜 他是PO文的这个吗 我是PO文的 你是PO文的啊 对然后他就自己来逆我 然后就说他有 然后拍照给我看 好我从派出收回来了 然后大致上就是 刚刚笔路做完了 要送出去了 然后那个警察是跟我说 081感觉是国外的 所以他打下去 匯豐问嘛 匯豐说是台湾 他说如果是台湾 就有机会把钱要回来 然后现在问我 要不要去告他 如果要告他的话 他就把笔路送过去银行那边 他会把他的账号冻结起来 可是如果他真的如期 在5点出货 因为他跟我说5点嘛 但比如说他有出货 然后账号被冻结 那等于说对方可以在房外告 可是因为我们在做笔路过程中 不知道有没有骗我的那个人打电话给我 警察要接起来嘛 就跟他讲说 你都没有回我LINE 也没有回我讯息 我怀疑我被诈骗了 然后警方就是问他说 你什么时候要出货 他说5点 然后他说5点 确定好了 然后电话就挂掉了 然后再移又10点 我现在等5点嘛 现在是3点51 如果他到5点半都还没有消息给我的话 那我可能还要再去派出所一趟 然后就是直接冻结他账号 唉我刚刚在派出所头真的超痛 所以我现在被骗的7万多块 我就一度想到直接就退坑了 你不会怀人家 所以你只要当你的信任被破灭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圈子 这个不是我我适合的啊 两均合爆 他就受不了 刚刚在想说不然就把我最近 全部的歌集在出漫光光 我真的是一度不想玩了 因为我觉得我玩完就是开心的 然后这样子莫名其妙 我知道网络一定有诈骗 可是我不知道 现在真的发生在我身上了 我应该更聪明一点想说 我会用第三方的平台 比如说虾皮什么的 买一个保障 可是我选择相信人家 那我对来的鲍鱼就是 我被骗的7万3千5百 我刚刚有看他的那个Facebook 他是有小孩的欸 然后也是高雄人 对 所以我就是因为种种原因 我就 我就是因为这样子的相信他 可是因为我的相信换来了 我被 曾经过绝情 帮我音乐下一下 我们把照片PO在这里 这个就是这一个人的照片 来宣赏 宣赏 如果能把他漏收出来 在下面跟我讲 私讯给我 我拿回来的钱分你一半 如果今天我7万3千5百拿回来 我直接分你一半 只要把这个搜紙全部找出来 住哪里 电话在哪里 我就跟你一半 你要用一半 可是人家已经有警察找到你宣赏的屁啊 没有警察只是说要把账号冻结而已啊 好 宣赏继续再一次 很像海贼王一样直接开宣赏了 然后他打过来的时候 其实我还蛮开心的 因为我可能没有被骗 可是警察说 乎虽然他把我承认他就被骗你 所以如果你今天看到这部影片 你直接私讯我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把钱还给我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可是你要先比奖金猎人还要快 如果奖金猎人先收出来 其实奖金猎人找到你 那就是不算了 我就是会告报你 即使你们做 我要让你背负了罪 我把我所有东西都卖光 拿来打官司 我要干报你 我等你到5点半 你最好赶快密我 你的手在抖屁 好 现在已经5点半了 他始终没有联系我 密他 他也没有回我 打给他也没有借 就是我现在要去提告的 我觉得没关系啦 你不要心情不好 唉 他良心都不会过意回去嘛 我真的是无言欸 这张照片抛出来这一个了 如果你们有 知道他的任何的讯息 或什么的话 请提供给我 让我知道 你知道也不能怎样啊 说实在的 是不能怎样 可是我可以交给警方啊 他们能做的事情也有限啊 因为我问他说 可不可以查到 这一个账户之类的东西 他说他们没有这个权限 他只能冻结他的账号 看最后是怎么去处理啊 没关系啊 不行啊 七万三千五百元 这不是个小数目 我知道啊 可是能怎么办呢 我只能跟你说没关系 然后我们一起把它解决 唉 希望这一个人能得到 他该有的教训 没错 不要在那边 让他继续到处招摇 这样骗人真的是 骗人真的是不行 请大家帮忙 给他一点教训 好